大家好 剛剛約莫傍晚的時分 就出了一個很突然的消息 就是國能因為在2月3日 跑馬地賽事的一次董事言訊行為 觸犯了一個規例的懷疑 就想著 排列委員會會召見國能 考慮他還否合乎資格獲得這個騎士牌 根據這條賽事規例第十四二條 內容是什麼呢? 即是說 如果騎士被裁定了一些不合乎 他應該持有牌照的行為的時候 他就可以釘他的牌照 或者暫停他的牌照 無論那個行為 只要是違規 不關賽馬仕也好 他也會罰 有可能會撤銷 甚至是釘他的牌照 簡單來說 牌照委員會就說國能因為一次的言訊行為 觸犯了規例 就被人停牌照 坦白說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 正在針對國能在2月3日言訊期間的行為 違反了規例 沒理由今天3月2日才來做一個 秋後算帳 我覺得很奇怪 尤其是在言訊室內 在言訊的時候的行為 會有多過火 令到要釘他的牌照 或者要暫停他的牌照 如果是這麼嚴重的話 為什麼要等到一個月後才去作出行動呢 其實整件事是很奇怪的 還有一步的消息 有代碼會 看看會不會公佈 其實我們看過往 近年被人釘牌照 通常都是因為賽事期間 發生了一些不盡力的拆騎 例如拉馬 總之釘他的牌照 或者罰他停賽 這一次是比較例外一點 就是說騎士 可能是因為一些 不關賽馬的行為 而去罰他 我猜不是說粗口 我坦白說 因為如果說粗口的話 根據以往 你看到國能今季都試過 說無法性語言 就是說粗口 就被人罰過 就是對阿波這件事 說一些無法性的語言 就被人罰了25000 我覺得如果是在騎士室 或者言訊室說粗口 其實是可以即時解決的 這個問題 即時不能解決 或者要拖到現在才解決 我覺得嚴重性一定是過了 講粗口 講粗口 一向都是立即罰的 需要拖一個月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究竟在言訊室可以做些什麼 難道要拖他嗎 如果拖他 都不用拖到現在 所以整件事是莫朔迷 如果你說近年 因為個人操守 被人釘牌的騎士 有一位就是李建國 在約莫是說 100年的時候 就是因為和女朋友發生爭執 然後令到馬會釘牌 這件事是最近的一件事 換言之是牽涉到刑事行為才會這樣做 因為嚴重性很厲害 要釘人牌 而且是因為個人操守的問題 所以我傾向相信嚴重性 比說過操守幾多次 甚至可能會動手 當然這件事也有當馬會公佈 不過其實你看一條規例 是很無靈兩可的 你說馬會是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你看一條規例 如果董事局裁定了持牌人的行為 是不適宜獲得牌照 他就可以停牌照 無論行為 關不關賽馬的事 那你只會覺得他不對 不適合 行為有冒犯 就停牌照 他又沒有規例 要跟公眾對外公佈 究竟事情來龍去脈是甚麼 其實是很欠缺透明度的 換言之 你可以做甚麼也可以 只要你誇張些說句 看一個人不相信 或者那個人有甚麼得罪過你的 你就已經可以 在不公開理由的情況下 去做這個停牌的決定 尤其是你見到 其實你見過 打女朋友的一件事 其實是你見過自己說出來的 如果不是他親口證實的話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究竟停牌的原因是甚麼 所以在一個這麼欠缺透明度的 制度的情況下 基本上 我們很難去知道 究竟事情是發生甚麼 而去判斷那件事是否合理 所以我又覺得 再配合這件事上 如果你馬會不交代清楚 或者當事人不說 基本上我們是很難去知道的 我自己又覺得 近年 馬會董事的牌照委員會的決定 基本上很惹起很多爭議 尤其是對於一些騎士說他沒有盡力拆騎 而去釘他牌 那些這樣的決定 其實很明顯是很主觀 和大細超的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看到 那次騎爺馬神器 無刻被罰停賽那一次 說他放得太快 把一隻放頭馬放得太快 然後就停牌 說他沒有盡力拆騎 但是 潘頓 這句其實是超好日子 無刻一隻後尚馬到處帶頭 又大到快到痴線 結果回來大葉滿輸了 他又不罰 這個大細超的情況 根本是很明顯的 是針對一些他不喜歡的人 這個馬會的牌照委員會 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 公信力是沒有了 根本 所以如果你說馬會 你還想去挽回自己的面子 或者你在著緊這個公信力 這個問題 或者透明度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有責任去公開這件事的 流動去脈究竟是怎樣的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很難信服的 也都看到近年很明顯看到一件事就是 香港的騎士 來客串 是少了很多的 以前我們看到 在冬季的時候 都會有些歐洲騎士 偶爾 前幾年都有蘇少輝 莫亞來客串 但是你看到近年是少了很多 還有整體來說 在香港拿足全季牌照的客串 海外騎士 其實就真的 少之有少 也都在質素方面很參差 例如說 你看回騎士榜 今季 我覺得 例如說 你在說 薛恩 波建斯 這樣的質素 在香港跑馬的時候 可想而知 根本 騎士的質素在下降 我覺得現在你看回騎士榜 根本 除了莫亞拉 潘頓 叫做較好一點之外 其實再數下去就是一堆華賬 我覺得 潘明輝 梁家俊 何宅堯 那一堆 其實 這麼差的騎士 我們有時候作為一個投注者 買 薛恩 甚至乎 買 波建市那些 根本是買不下手的 有時候 因為怕他 他的 跑法 他的發揮很有問題 波建市整天好像 跑道上 看見鬼 左看右看 不知道看什麼鬼 真的 很火滾 所以 令到 我不知道 引伸到下去 會不會是令到 其實水準也拉低了 因為騎士的質素 真的 越來越差 我覺得 那麼 可能說 也 過了少少 浪 但是 回到國能這件事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有個人的感受 就是看到近年 例如釘的審拿 李競國 甚至乎 當年羅里亞的牌 其實是釘得很突然 和很奇怪 因為 事實上 他們沒有觸犯一些很刑事的罪行 然後被法庭判了 他確實是有這件事 然後又釘他的牌 好像你說羅里亞 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騎士 我之前經常打開他 那些馬 譬如說羅里亞 李競國 也是 但是 那時候說他賣貼士 罰15個月 那 為什麼 然後又沒有被人起訴 然後 你又可以照釘他牌 那究竟是否有證據 其實是很奇怪的 那些事 就是 你那個釘牌的決定 處理騎士牌 那個準則 根本是很不清晰的 變相你的決定 不需要公開的時候 令到我們很懷疑 你究竟有沒有其他別有用心的東西 那 所以我覺得 近年的二三線騎士 水準不斷下滑 也都令到賽事水準低了 我們買馬都難了 那我覺得 如果你馬會還想維持賽事水準 其實騎士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他在處理一些騎士有沒有犯規的問題上 一定要更加清晰 我覺得 在規矩方面 還有在決定方面 也都要清楚交代背後的決定 究竟為什麼會落 而不是 收收賣賣 看到一些二三線騎士 有一些打壓 有一些是維護 你好像波鍵士那些 擺明是維護的 有這麼多場跑法 有問題 都竟然可以充以不民 反而有一些騎士 例如早年 阿維銘那些 有少許問題 就已經是打壓到別人要釘牌 這些例子 其實是很影響 不單是馬會的公信力 甚至乎是賽事水準 如果是有心 再這樣搞下去 根本是只會不斷下滑 我覺得賽事水準 好 這段影片 純粹我自己的看法 大家有什麼支持反對 都歡迎留言 純粹自己的看法 密切留意後 國能究竟會如何 使用 谢谢大家